这一节呢 我们这个进入这个几个基本的 就是Hayek的几个基本的论点 他这一节我们讲的几个论点呢 就是中央计划 就是这个集中的这种计划经济和权力的关系 然后呢 经济上的这种控制权和集权的关系 就实际上就是基本就说 我们下面讲这个权力计划经济 统一的上面的统一计划经济 和权力和这个集权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什么 OK 首先呢我们先讲一下计划经济 这个计划这个词呢 实际上呢 在今天呢 讲的上可能在中国还是显得有点 就是这种好像还是一个不错的词 但实际上呢 在这个30年代20年代30年代 计划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词 在今天上在美国的话 这个就是比较让大家就是比较 一下就警觉一下 你想搞什么计划 想搞什么 什么这个马上就大家会警觉 这个东西有危险 但是呢在20年代30年代40年代的时候 计划这个词还不错 为什么呢 就是认为呢 这个计划呢 这个这个概念呢 总的来讲 应该是个不错的概念 在当时认为 尤其呢大家都认为 如果OK 我们都想这个用这种 我们都想去解决问题 而且我们要用合理的理性的 这个这个有有有有条不紊的 去解决问题 如果我们想解决 用这种有条有条不紊的去解决某些问题 同时希望呢 我们可以有一些长远的 Foresight 就是长远对未来的有一种预计性的 去解决问题 那显然的这个这个定义本身 你看就可以隐含着什么 我们去应该去做计划 任何东西都要做计划 上这个在今天 当然在这个一个企业里面都有 每一年都要计划 下一年的计划 商业有商业计划 所以计划这个词并不是一个坏词 在这个小的范围 或者是在过去的那个 这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在这个二九年的时候 那个美国经济大萧条 使大家看到 哎呦这市场经济实际上 稍微的一失控的话 这是很灾难性的 百分之几十人就失业了 跳楼了 对吧 所以呢这个计划这个词 本身不是一个太差的词 所以这是一个 这个Hiaq呢 就是Let's grant it Planning is normally a good thing 就是我们不否认 计划有它的一定的这个 这个益处 有一定的好处 OK 任何人呢 只要呢 你这个 你这个什么呢 只要你 你自己呢 不是一个宿命者 就是complete fatalist Fatalist应该叫宿命 就是人由天命 那你就是由老天爷来定的话 你只要不相信 你的一切是由老天爷定的 那你自己就要一定自己的主动权 你自己主动权 那你就要你自己 对你自己的命运 自己的经济 自己的什么 做一些计划 那么这是 所以这个大家不否认 那唯一大家认为 是区别是什么呢 就是好的计划和坏的计划 有什么区别 就是你计划 别给计划坏了 你要做好的计划 同时呢 你要有这种 wise and foresighted instead of foolish and short-sighted Planning 就是你的计划 要有明智的 要有这个 有前瞻性的计划 而不是这种短视的 有这种短视的 就愚蠢的计划 所以这都是 从定性上来讲 这都是很容易理解的 这计划是好事 同时呢 你计划要有好的计划 不要有坏的计划 这就基本就是这么说 现在的问题呢 是这样 那就是这样 没有错 那么下面就说 那好 那我们如果进化 把一个整个社会 进入计划经济 这是会出现什么情况 这就是哈亚克 要进入的主题论点吧 就是你当这个 什么东西有计划 一个商业可以有计划 一个个人的家庭财务要计划 个人的事业要计划 但是你一定要把整个社会 你要进入计划 这个事情就麻烦了 因为什么呢 这个整个社会 要进入计划的话 那整个的社会的经济活动 一切的经济的细节 都要进入计划之中 这里的关键词就是中心 就是集中计划 所以这个central 就是集中计划 就整个社会 不是计划某一个环节了 OK 因为你现在在美国 也当然某一个环节 很多的这个 像我讲了 企业和企业 自己都有自己计划 但是你很难说 我整个把整个社会 每一个环节全计划 这是他认为 这事情就进入了一个大陷阱 OK 当你整个社会 进入了一个中心计划的话 你社会中所有的资源 OK 都会用来去什么呢 去用来去做某一件事 或某一些事 那么这个整个这个 整个的社会资源 去用来调动 去做某一些事 这个过程 就整个就被集中化了 同时呢 这个什么呢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性质就变了 因为什么呢 过去在这个市场经济中 大家的生产 和这整个的经济的 这个活动的目的 是为了赚钱 就是production for profit 矿山是为了卖矿石赚钱 这个生产 这个这个纺织厂 是为了卖衣服赚钱 这个这个什么 就是这个 就是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 这个自己这个小的单元 生存去给自己 寻求自己的利润 OK 所谓赚钱就寻求利润 但是呢 在中心 社会中心计划的时候 这个性质变了 变成什么了呢 变成了production for use 就是为了目的 为了用 来去做这件事 因为它有用 我做矿山 因为这个矿山 是是是生产的矿石 可以去炼钢 然后什么什么 就是等于就说 我不是为了赚钱 我是为了用它干什么 这听着还是很高大上 是吧 但是这个实际上 就本身这个问题就出现了 什么就出现了 OK 因为什么呢 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大家呢 整个社会 在这个其中 每一个环境 如果都进入计划的话 都去为了 这个是干这个用 那是干这个用 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机器 那么整个社会 大机器的话 那这个大机器的每一个环节 大家都要去同意 就是大家整个社会 都要说这个事情是干的 因为你不同意的话 你你不同意的话 那那那那这个 整个的机器就缺个零件 你你你一个汽车 如果说是一个活塞 八个缸 一个缸不work的话 这汽车很可能就不能跑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要去去去同意 那么这是一个 后边我会想 这个本身也又是留下了一个陷阱 OK 正是因为所有的人都要去同意 而恰好这一点呢 又不能达到 就是我们能同意某些事情 但是我们不能同意所有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必须去做一些 不能同意的事情 也得去做 就是大家都同意的事 我们要去做 大家不能都同意的 我们还得去做 因为我们我们要 这个社会整个进入计划进去 我们必须要一个要要做 你不你不做不行 OK 这样的话呢 就使整个这个过程呢 就出现了一个 一个越来越复杂的情况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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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国家呢 这个计划呢 越多 就是他计划的越详细 使这个底下的个人的 这种自己的小计划的执行 就越来越难 因为你的小计划 很可能和国家的计划 是不一致的 刚才说了 你很可能不同意他那个计划 他比如说在你们家门口 就哗就过一条马路 把你房子要强拆 那你显然你自己 你认为我这计划 是我祖上留下这房子 我想将来将来取息 或生孩子生活在这 结果对不起国家计划 你这就是一条马路 或者你这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什么 什么合资工厂的长址 那这个本身就产生矛盾了 OK 所以这个是 就是说这种小的个人的 小的计划和国家的这种 整体的计划 出现各种各样的冲突 而且呢 国家的计划 不可能取得社会中 所有的人的这个认可 OK 所以呢 这是这是计划 这个计划的这个 就是从 从个人小的计划 到整体的大计划 之间的这个转变 可以看出来 这就是性质上 一个fundamental shift OK 本来说计划 是一个不错的事 但是你进入一种大的计划 就出现了这种 这种问题了 OK 然后呢 咱们在 他就提出另一点 就是社会主义 上次也是计划经济了 说社会主义就是 就是计划经济的一种 那么这种计划经济呢 他所需求的是什么呢 需要就是把私有的这种企业 私有的财产 私有的生活手段 把它放弃 然后呢 取而代之的呢 是一种中心的控制的 中心的计划的经济 就等于是公有制 取代私有制 这是社会主义的 这个想大家都很清楚 这个马克思当时讲的 就是这么清楚 就是等于所有的这个 这个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什么这些国家的 基本理念 就是这是一个基本的 基本的前提 OK 但是呢 所以在最后呢 他就讲了 这个后边 我还会慢慢慢慢 深入一点 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竞争呢 上这两个呢 不是说绝对绝对的对立 绝对绝对对立 就是说你一旦要计划了 就不可能要竞争 其实也不是 正确的方法 他认为是什么呢 就是你当做计划的时候呢 OK 你的计划是促进竞争的计划 就是你的计划的目的是使竞争更加的透明 竞争更加的公正 你的计划是应该做这个计划 而不应该是什么呢 不应该是你的计划去把竞争关掉的这种计划 就是你不要去做你的计划的目的是关掉竞争 取代竞争 而是说你的计划是用来促进竞争 OK 所以这是什么 然后最后呢 他讲一下就是 不是最后 就是提一下 就是这种这种计划经济 国家性的计划经济 就是一个反竞争的行为 换一句话说 国家的计划经济的基本的目标 就是要取代竞争 就是要取代竞争 OK 好 这是一个计划的一个基本的这个一个理解 下面一个呢 就是这个计划经济和权力的这个关系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 计划经济权力 实际上这个 我这个讲这个过程上 这里面很多的语言用的都是比较比较suttle 所以我把它就用中文来解释 实际上是带有一定的就是我自己的理解了 他这个一个基本的论点什么呢 就是中央的这种统一计划的这种经济的这种结构 会导致没有上限的权力结构 OK 没有上限的权力结构 怎么说呢 首先呢 就是大家知道这个经济的权力 就是所谓经济上的这个economic power 经济上的这种能力或者力量或者是权力 本身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代表了就是我可以生产 可以去交易产品 我生产的产品的权利 而且这个权利呢 并不是说我以我要的价钱去交易 而是以市场上认可的价钱去交易 就是我有这种freedom 我可以用我生产的去生产 我想我认为什么生产可以赚钱 可以去卖钱 我就去做 这个呢实际上是一种经济上的权利 OK经济权利 而政治权利呢 相反的是什么呢 政权利就是我有这个政治权利的话 我可以用这个权利去迫使 我以这个 以这个从上往下压着迫使你去做什么事情 这是政治权利 而经济权利呢 是我有这个权利 我可以自己生产什么去卖什么 我愿意做什么 做什么愿意卖什么 当然subject to certain restriction by law 但是呢不管怎么样 这个我经济权利是我自己的 能够去做什么的 而政治权利呢 是上面给压下来的 上面就是我有这个政治权利 我可以压到下面 或者是他有政权 他可以来压我 我不能做什么 或者怎么怎么样 OK 但是呢 不管是什么权利 一旦这个所有的权利被集中在一个手里 不管是什么权利 OK 这个权利呢 就不是一个相加的过程 而是一个无穷大的过程 换句话说 就是说我的经济权利 还是政治权利 如果是大家都分散开的话 我把比如说十个人的这个经济权利 集中在一个人手里 并不是这一个人是十个人的十倍 一个人的十倍 而是无上限了 因为什么他控制了一切 所以当这个权利被集中在一个一个手里的时候 这个权利就没有上限了 这权利可以是infinite OK 权利是infinite 所以这样的话呢 在就是这个具体是是是是什么呢 就是当这个 这是这是一个论点 OK 再有一个呢 就是当这个经济上的权利 OK 经济上的权利 被政治的权利 附属于政治权利的时候 就集中附属于政治权利的时候 就等于说 你的所有的能买什么 卖什么做什么的这个权利 附属在了政治权利的下面 成了政治权利的手段的时候 OK 你的独立的 这个这个这个什么呢 独立的这个权利就丧失了 你就变成了什么 被迫的权利了 就是因为那个政治权利就可以 我可以迫使你去干什么 我可以迫使你生产什么 不生产什么 这个商业的道理很简单 OK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当政治权利把经济权利整个控制住 而且集中在一个人手里的话 它产生的这种依赖关系 就是等于是掌握权利和被动不掌握权利之间的关系 用嗨尔的话讲 是scarcely distinguishable from slavery 基本就是奴役 基本就是奴隶的关系 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关系 OK 具体的更具体的说 假设 OK 所有的这一个国家的唯一的雇主 唯一的employer 就是唯一的能够让你给你工作的 是这国家机构 就是这国家一个 这国家的顶层 它所有的 它决定了你的这个工作 OK 那么你如果要是 这个时候你要胆敢还去反对这个国家的话 你想想你的后果是什么 你没有了你的工作 失去你的工作 失去你的职业 失去你的这个收入 那基本就是什么 你最后结果就是慢慢被饿死 就death by slow starvation 这就换一句话说 你如果奴隶主 你跟奴隶主有对抗关系 那这奴隶主就可以把你活活饿死 OK 所以这个就是说 这个当这个权利集中在一个人手里 尤其你的政治权利 经济权利 最后集中在一个人手里 尤其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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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经济权附属于政治权了 那基本就是政治权就等于控制了一切 OK 这就是它的一个一个一个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什么 一个论点之一 OK 那好 那我们下面呢 继续沿着这个论点往下走 那就是这个中心计划 计划经济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政治权利的集中 OK 它实际上呢 它就下面 前面我讲了 如果经济权利 凝聚在一个政治权利之下的话 会产生这个后果 但实际上呢 是为什么会出现的 它说实际上呢 这个道理是什么呢 Central planning makes dictatorship necessary 换句话 如果你要想做计划经济 你就必须会产生 你就一定会产生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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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权利的集中 因为Dictator就是政治权利的集中 就是独裁嘛 政治权利的集中 就是就是必 这是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必要条件 就是你没有政治权利集中 你是不可能有计划经济的 怎么讲呢 OK 怎么讲这个问题呢 所以这个下面要再论证一下 具体讲呢 就是首先呢 这个计划经济呢 它本身的目的呢 不是为了个人去更有效的计划 它自己的事情 OK 这个很重要 所以说我的计划经济 刚才讲了就是 这个planning for competition versus planning against competition 而central planning是planning against competition 就是说我做这个 做这个计划经济的时候 我上次不想让你每一个人 有自己的计划 去做你自己要做的事 那不就是competition吗 对吧 所以我就是想用产生 我就创造一个 不能让你自己 有你自己计划的环境 一切由我说了算 你自己没有没有发言权了 OK 同时呢 中计划经济呢 它主要的呢 呃 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我这个计划经济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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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权人 就是掌握计划经济的 这个这个计划的 这个这个头 换句话就是这个dictator 或者上面这个掌权的 咱们先不说他是dictator 因为后面讲 他上最后就是这个 这个掌握计划经济的 这个人 他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是决定 谁干什么 谁得到什么 OK 谁干了什么 谁谁得到什么 就是who should get what OK 然后do what get what 就是最后就是 我计划的目的 就是让你们决定 你去做这件事 你去做这件事 你挣这么多钱 你挣这么多钱 这都是我来定 而你自己 没有你自己的计划 你自己没有自己的 这个主动的 这个自由选择权 那么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下面呢 就说那你做什么 你得到什么的回报 每一个人的 每一个人工作性质 和他的回 这个报酬薪水 是我来定 而这个报酬薪水 这个既然是我来定的话 那这个问题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就来定 我这个定 既然要定的话 我就要有几个定了 第一个呢 我要定你报酬 是拿到多少 我决定你收 你的工资是多少 同时呢 我还要决定什么呢 你的工资怎么花 因为整个生产手段 在我手里 你花这钱去干什么 由我来定了 因为你不是想买什么 买什么 因为你买的东西 是我决定的 我计划的 同时呢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还可以决定 谁不能拿到报酬 谁不能去花什么钱 这个更重要 就是我可以用这个手段来 反着去治你 我可以 等于说 我可以不给你钱 可以不让你去干什么 OK 换一句话说 由于这样的一个 这么一种能力 这一个计划经济的这种 这种内在的这种 这种控制力 使得计划经济呢 可以把我们的这个 人民的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全在他的掌控之中 全在他的掌控之中 OK 就是他可以决定 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一个细节 我们挣多少钱 吃什么花什么 用什么到哪去 基本都能的由他来定 OK 你想呢 这样的话 OK 我要想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就是我从计划经济 我要想计划经济 我必须就能达到这个效果 这计划经济才能真正的完成 因为我要计划整个社会嘛 我计划整个社会 我就必须要有这个能力 那我要想有这个能力 你要是不是一个独裁 不是一个就是一个 all powerful dictatorship 这件事是做不成的 OK 换一句话说 只有当我有了这种独裁的 这种dictatorship 就是concentr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这种coercive power 或者说这种强迫性的这种权力 只有我有了这个能力的话 我才能在大规模的进行计划经济 因为没有这种全能的这种 就是从上往下压的这种控制力的话 你想想我怎么去计划你花多少钱 你去干什么 因为你要不听的话我怎么办 对吧 我必须有一些政治手段来压你去这么做 OK 所以呢 这个这个 反过来讲 你可以倒过来讲 从他的这个这个hiaq的这个论点来讲 说假设某一个人 有良心发现 他呢 认为呢 我不应该这么这么把这所有的人的一切都由我来这么压着做 那你你如果你认为你不能去这么做的话 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你的计划经济必须放弃 OK 你或者是去当一个万能的独裁者去控制一切 或者你就是放弃计划经济 这两个是不兼容的 OK 你要想把计划经济真正按照你的理想方法做 你就必须用独裁的手段 不然的话你是无法做的 所以这就是他的一个基本论点 OK 换一句话说 计划经济和无上限的权力本身是紧密相邻 你要想做计划经济 你必须具有无上限的权力 你要是没有无上限权力 你就不能做计划经济 这就是他的一个基本理论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说这个上限 就是这掉过头来 他就是用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权力的这个上限的问题了 OK 他说实际上呢 这个权力呢 应该是受限制的 这是他就等于说 某种意义上 他是用一个正面的角度来论证 权力呢 应该是受限制的 因为什么呢 如果 OK 我们呢 不去限制权力的话 尽管这些权力有的时候会做一些好事 因为不是说权力都是做恶的 OK 没有受限的权力 有时候他也会做一些好事 尽管这个权力有时候会做一些好事 但是呢 这个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性 我们是无法避免的 如果没有上限的话 因为一旦他权力在某一个时间没有上限的被滥用的话 那就是灾难无穷 OK 而这种权力分 分布性的权力 他就讲了分布性权力 就是decentralize power 就是权力最好 不要集中在一个人手里 因为什么呢 这样呢 可以使一个人的绝对权力呢 从无上限的权力呢 变成有限的权力 所以权力的分割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当然大家知道 这是这是也是一个很 很在今天看来 也是很明显的一个什么 像美国的这个 这个政府体制 它的一个中心思想 就是把权力要分割嘛 不能让一个人控制所有东西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他认为呢 在一个市场竞争的环境下 就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下 OK竞争是用 这种环境是唯一的 可以限制权力的一种环境 就是你要想真正限制环境 你用什么方法去限制环境 你用竞争性的市场环境 市场环境去限制 而不是用集权的 用这个中心 用这个什么这种 这种集中计划经济 OK 因为那样前面讲了 是肯定会导致无上限的权力 所以要想限制权力 你就应该用市场竞争 举一个例子来讲 OK 你的employer 你比如说 比如说我现在work for google 我现在是google的employee google是几十个billion 几百个billion 一个巨无霸的一个雇主 他给我的权 他在我身上的拥有的权力 有多大呢 即使是我在这google 当一个扫地的这个门卫 或者是门口扫地的一个清洁工 甚至是我当一个最底层的一个 一个software engineer 他对我有多大的权力呢 他对我有多大权力 其实他对我权力是有限的 一样对我权力就是他的 他的工资 我是否在这工作 OK 反过来讲 在一个集权社会里面 OK 我不管我是多牛逼的 我是马云 我还是什么李建宏 还是还是什么李彦宏 还是什么这些人 OK 有可能我要得罪了一个趋级的 海淀趋级的一个小小的小官僚 他的一个章拒绝跟我盖 跟我作对的话 我很可能就束手无策 OK 束手无策 所以换句话说 当一个权力 有无穷的一个权力集中的 这么一个体制下 实际上你再牛逼 你都会受限制 反过来讲 在一个市场的自由竞争的时候 你的上级 你的上家 再牛逼 有可能他也不能 他也无法把你完全约束住 因为他没有 就是Google无法动用政府的力量 去迫使我做一件事情 Google无法用政府的力量 甚至他你看Google在Mountain View 他无法动用Mountain View的市政府 迫使我从哪个地方搬家 或者迫使我做什么事情 OK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 正是因为这样 Google无法迫使我 在什么地方生活 在什么地方工作 到什么地方吃什么地方 他只能唯一的 他能限制我的 就是他给我多少工资 我如果不满意 我可以换一个地方 尽管我可能会失业 但是这个 至少他也就是到此为止 相反 如果是另外一个环境 我再小 我再大的一个 一个 再有独立性的 或者再牛逼的一个企业家 我都有可能被一个小小的政府的公务员把我给置于死地 OK 这就是 这就是这个权力无形大 因为那小小公务员后边是站着一个无穷大的 没有上限的一个权力机构 OK 这就是权力没有上限的这种恐怖的可能性 OK 所以呢 因此导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呢 当你把中心的这种计划经济 把它如果把它去掉的话 就是不采用计划经济的话 这个经济上的这种权力 就是economic power 经济上的自由度和经济上的权力 和政治上的权力就分开了 就分开了 换句话说 经济的属于经济 政治属于政治 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这个权力本身就被限制住了 OK 限制住了 他们互相的就有限制 有制约 有什么 整个的权力的这个结构呢 就有一定的这个 有一定的被限制 所以这个 这里边这个论点 我想大家可能已经听出来了 就是权力 你要想限制它的话 你必须 避免用这种计划经济 因为计划经济后面 自然会产生一个巨无大的 没有上限的权力机构 它可以置任何人于死地 尽管它里面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楼楼 都可以置你于死地 下面呢 我们再沿着这个类似的 就是这个 这个同一个思路呢 再往下走深一点 走深一点呢 就是把这个 把这个计划经济 和这个 这个 这个权力集中的这种 这种关系呢 把它细分成呢 就是economic control 和totalitarianism economic control上 就是一种经济自主权 OK 经济自主权 上是等于进化经济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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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角度来看吧 经济自主权到底在谁手里 OK 那么就是这个 经济自主权在谁手里 就会决定你这个社会的结构 你什么样的结构 在一个自由公平竞争的社会里 OK 假设这里 自由竞争竞争 社会里 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有自己的 经济 自主权 就是经济的这种 自由 自由的经济自己控制自己经济命运的这种权利 假设 我在有这个权利的话 那么我对社会上的需求 对这个社会上其他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那么就有我自己的决定权 他如果提供东西不是我想要的 我就换一个地方 比如说我想买 我想买一斤大米 如果这个大米呢 这个不是我想吃的 那我就买另一个牌 另一个人做生产的大米 如果这个大米的价格太贵 我就换一家 找一个市场 这是简单的供求关系嘛 所以呢 这是 这是我就有这种选择权 就是说我对我自己的需求 经济需求 我有一定的选择权 OK 但是呢 如果我面对的是一个独裁 不是独裁 是一个这个叫什么 这个垄断的话 那我这个权利很可能就失去了 因为这垄断就说了 天下的大米都是我一家的 OK 我卖给你哪个 你就得吃哪个 你不吃那你就得挨饿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这个权利就可能就会失去 所以这个垄断对我们来讲 就任何来讲的不是好事 同时呢 在这个 我们先把垄断这事先放到一边 OK 这个因为垄断上 在这个自由经济里也会出现 待会我们会 后面会讲一下 不管怎么样 这个市场经济 它会有一种无形的手 这就是Adam Smith 最简单的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 叫The Invisible End of Market 就是市场经济的这种无形的手呢 一直在后面 在做着对市场的供求关系的调节 这个调节 实际上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按钮 或者一个调节的机制 就是我的经济自主权 我的自主权 实际上是参与了这个调节过程 OK 所以这是在自由 自由竞争社会里面的一个 一个基本的这个机制 这个是是很清楚的 OK 所有的市场经济都是这样的 但是呢 在一个 这个计划经济的这个环境中 这个control 就是这个经济的控制权 就不在我手里了 所有的经济控制权呢 实际上呢 就有可能了 这个什么呢 就是有可能在到别人的手里了 OK 那么这个控制权 既然从我手里转移到别人手里了 那他就来控制了什么呢 控制我的生活中的每一个环节了 包括我吃什么 用什么 生产什么 都控制了 这样的话 这个控制的这个人 实际上呢 和这个 和这个垄断呢 某种意义上已经很 就是已经接近了 刚才说垄断上就是市场大米 都是我控制的 那当然那个生产大米 那个人 毕竟是一个自由企业 实际上这个 这种垄断 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是不可能 绝对巩固的 因为你一旦垄断产生暴力的话 很可能这垄断就有可能被打破 被另一个人打破 但是呢 当一个是用行政手段 政府用行政手段 把这个大米给垄断住了 你这大米就是我政府规定的 就在总统身上 这样的话呢 这个垄断就成了一个什么 一个固化的 一个无穷 无穷力量的巨大的 most powerful monopolist conceivable 这个用这个hierk的话讲 就是等于是一个 超出你想象的 最大的一个垄断机制 ok 这个垄断机制控制了什么呢 控制了生产 生产手段 控制了价格 控制了供求关系 ok 控制了生产手段 价格和供求关系 那如果他控制了以后 那么市场上任何其他的 像我这种供求关系 我需要买什么 我需要买什么不买什么 这些因素就完全被排掉了 因为我也没有选择了 我也没有什么了 这样的话呢 这个市场的这个无形的手 就被斩断了 他就无法行动 无法做了 所以市场的这个供求关系 这个这个这个 基本的这个规律 彻底被斩断 就没了 就是在这种 一旦这个这个政府 掌握了这种控制经济权 ok 经济控制权 ok 同时呢 这个政府呢 就决定我们到底是可以吃什么 我们吃这个价钱的价格 是谁来订 由他来订 我们吃大米 还是吃玉米 玉米面 还是吃白面 是吃什么样大米 都是由他来订了 然后呢 这个这个这个 既然他这样订了的话 那他就可以决定什么了 他可以决定不同的产品 不同的服务 不同的东西的相对价格的关系 就是他可以订 这个东西值多少钱 那个东西值多少钱 大米是三毛钱一斤 玉米是一毛五一斤 那是他来订 那反过来讲 他也可以倒过来订 他说大米是一毛五一斤 玉米是三毛钱一斤 如果你要想吃大米 反正大米还便宜 你要想吃这个 想吃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什么玉米呢 玉米反倒还贵 就是很随意 他都可以这么订 ok 所以就是整个这个供求关系呢 由人来订 就是哪样的工作 哪样的这个服务 哪样的行业 就是一切都由他来订 那么他互相 既然他来订的话 那供求关系已经被打乱了 那实际上呢 大家对什么东西更喜欢呢 实际上还是有一定自己的preference 那这个preference本身呢 就被他给控制住了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某种意义上就影响了什么了呢 影响了每一个人 在生活中的目标是什么 因为这个生活中的目标 已经被他人为的控制住了 你比如说我就想吃大米 结果他大米弄的贼贵贼贵的 那我的目标就是我多挣点钱 我去给他好好的服务 我去干什么什么事 争取去多挣点钱去吃这个大米 但是呢 这个服务是给谁服务 你必须给他服务 你给我服务好 我多给你钱 你不给我服务 我就不给你钱 所以就是我可以控制你的这个 这个吃什么 我可以控制你在哪工作 OK 然后呢 我可以控制呢 而且我还可以控制呢 就是供给量 就是在市场上大米有多少 然后呢 这个服务有多少 就什么样的服务 什么样的产品 也是量和价钱都我来定 所以这个这样的话呢 就产生像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文革期间那种翻票之路 就是东西是不贵 但是呢 就那么多 那就是我来控制 到底发放多少 一次一天 那富士店里放几斤肉 在那放着 然后那肉一来了 大家啪一下抢光了 对不起 就这么多 因为我决定了放多少 OK 所以就整个这个社会 整个的这个 这个供求关系 生产关系 消费关系 价格体系 完全被固化在一个人的计划中 之中了 OK 同时呢 我这个 这个distribution preference 就是我什么东西往哪放 OK 我比如我生产了100万吨大米 这100万吨大米 放什么地方 我来控制 而不是你来控制 我决定先提供给哪些地方 那么提供的这地方 和不提供的地方 本身又产生了这个被歧视和歧视和被歧视的这个关系了 这个这个历史上太多了 对吧 斯大林之所以把这个把乌克兰人饿死好几百万人 就是因为他他拒绝往里面运粮食 那人都饿死了 他争粮还拒绝往里面送粮食 在这个57年58年59年60年 那个这个中国那种大饥荒 实际上上海和北京日子过得还勉强 因为什么 他决定这两个地方要保证 所以他能保证 所以这就为什么这个北京户口上海户口 在那个时候简直是含金量超高啊 因为你出现了任何情况的时候 他的市场上的这个食品是供应 是有有一定的这个保证的 这保证谁保证的 上面的人保证的 那么这个保证得来的结果就是什么 你生活在这城市里 你实际上是有一定的preference 你是被他认为你是比别的地方更重要 所以你就是 这就是这个什么 那如果你像这个文革期间 最恐怖的一个就是 你当时你要犯了政治错误 你在北京犯了政治错误 一个最严重的一个惩罚是什么 我把你北京户口给你吊销 给你弄的干肃去弄的别墅去 你到那去待着 最后变成农村户口 或变成一个偏远地区户口 这个在当时是很恐怖的一个 一个现象 那就什么 就是因为我控制了你的消费 控制你的供给 供给 控制了一切 使你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每一个地区之间的这种关系 是我来定的 OK 那么这个再往下延伸就是什么 就是我作为中心的这个 掌握所有权力的这个人 我可以控制整个社会 我可以控制整个社会 这个控制以什么形式来体现呢 就是我认为什么事情该做 我认为什么事情不该做 我可以通过我对经济 对社会的整个的控制 我并不是说我该做 我给你给你给你钱 或者是不该做 我就把你送监狱 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 我就是给你各种各样的 经济上的这种控制 对吧 我我我认为我 你这该做 我就给你给你preference 我不该做 我就不给你preference 或者我是给你惩罚 所以这个这个整个就是 这个这个这个控制 对社会的控制呢 就是越来越深入到 不但深入到你的生活 而且生活到 深入到你的意识形态 深入到你的思想 深入到你的这种 做事的所有的环节 OK 那么深入到什么 生活到你的 你刚才讲了 就是你的吃穿衣食住行 生活到你的家庭关系 你和朋友之间的关系 深入到 我可以控制这种关系 深入到你工作的性质 你在什么工作 公司工厂工作 然后你干什么 这我呢 可以在计划经济 可以影响 当然并不一定说 是那个党的那个主席决定的 而是他这个体系 由他这个体系决定了 那你要是 你就是抽老酒 你是黑五类的话 那你在 即使在一工厂 你是那刷厕所的 你不是那个 那个精密车间里的 那个那个技工 OK 这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这样 然后呢 同时呢 我可以决定 你的业余时间 怎么样去花 去干什么 我可以决定了 OK 我可以决定 同时呢 我可以告诉你 你的钱是怎么花 这都是本身 都是这样 仔细想想 这都是可能的 我可以决定 让你去 你的钱是怎么花 我可以决定 我可以决定 就是说 你的生活中的 每一个细节 这样的话呢 你的 你的这个工作的权利 就是你在哪一个公司 干什么 在什么工作里 工作 什么公司里或者什么企业里工作 工作的性质 你已经失去了这个选择权 OK 然后呢 你的工资的高低 你失去了选择权 我订你多少钱 就是多少钱 OK 因为你没有别的选择 然后呢 你的工资的工作的动力 已经是没有了 就是你干多干少是一个样了 你呢 在这个公司呢 或者是一个企业的工作的关系 被我固定住了 所谓固定住 就是你必须 我告诉你在这公司工作 在这个企业工作 你就只能在这个公司工作 你要是不在这工作的话 对不起 我可以控制你 让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历史上的 发生 我想在中国也发生 在在苏联 前苏联 前苏联老改营里面 有很多被老改营扔进去 是五年十年二十年的人 为什么 叫矿工或者是代工 上班连三天晚了十五分钟 或者是三次 一个月内有三次 说是每天上班 有三次迟到了十五分钟 当时斯大林为了这个 老改营里的人 人数不够 他因为他就用 要用老改饭去 去做苦力 到那个西伯利亚去开发的缺人 就就规定了一些这个 这个硬指标 每一个城市 必须抓多少多少个老改饭 结果呢 就是你矿工多少天 就成了你老改犯的一个原因之一 结果就给抓起来 送老改营 换一句话说 你不但在这工作 你连晚几分钟 都可以让你被判刑 OK 这就是你 这个计划经济 最后到了 到了这病态的极端 就是这样 实际上最后剩下的是什么呢 剩下就是 What's left will be indentured servitude and slavery 还是回到什么 就等于是一个奴役了 你这通往奴役之路 已经走得很远了 当所有的东西被控制住 你的这个工作 你的生活 你的什么一切都 你就等于就成为一个奴隶了 OK 这个奴隶上 这个 这条路走到下面就什么 就是totalitarian control 就是一个极权控制 OK 极权控制 好 下面我们引用 伟大的 无产阶级 革命家 列宁和托罗斯基 讲了两句话 OK 我用英语讲 列宁讲 The whole of society will have become a single office and a single factory with the equality of work and equality of pay 列宁说 我们伟大的共产主义 乌托邦 OK 整个社会 就是一个办公室 就是一个公司的办公室 一个工厂 然后大家呢 所有的人呢 都是一样的工作 一样的报酬 这就是斯大林 不是斯大林 这个列宁讲的一句话 这是从那本书里 这是海亚克引的一句话 特罗斯基呢 说了一句话呢 更有意思 他说 In a country where the sole employer is the state opposition means death by slow starvation The old principle who does not work shall not eat has been replaced by the new one who does not obey shall not eat 换一句话 在我这体系里 OK 整个全社会的雇主 就是我 我这个国家 OK 你任何人 你要是敢反对我 你就会被我给饿死 然后过去讲说 你不工作就不得食的话 我现在跟你讲 你不听我的 你就不得食 你就得听我的 因为就回到我刚才讲了 我已经控制你的一切手段了 你的消费手段 生活手段 工作手段 然后你的这个 supply demand 完全在我控制中 那你能敢不听我的吗 不听我的 我能胡说把你给饿死 整死你 OK 这就是在那个环境下的 那个什么 好 下面我们再 还是回到这个 这个计划经济 就是计划经济 是不是这个 Hayek有一个question 就是 is central planning inevitable 就是计划经济 是不是不可避免 就因为这句话实际上是 显然是在今天听着 好像当然是可以 是 it is 这个 这个 not inevitable 但是呢 在当时呢 有一个很多这个 欧洲 包括这个 在这个英国 在什么 很多人说 哎呀 这个事情就是 像看个美国29年 这种 这种大萧条 我们看样子 必须得用 用经济 计划经济 不然的话 这事情 就可能就全世界 就进入这种灾难性的 这种经济萧条 这不行啊 所以这是 必须要这么做 但是他就现在问题 就是在40年 他说 是不是必须 其实不是 他说为什么 好像他首先讲 就是咱们先想一想 计划经济 为什么要计划经济 就是大家就是 计划经济 支持者的主要论点 是什么 理论的一句是什么 首先他认为呢 就是这种复杂的现代文明 现代社会 就是在1940年 43年 现代文明 现代社会的这种复杂性 迫使我们去做计划经济 OK 这是论点之一 迫使我们去做计划经济 因为太复杂了 我们必须计划 不能让他自己 这么自由放任 这么跑 自由放任 好事情就乱了 看看29年 美国的这个大萧条 实业 多少人 跳楼 这个哪个的 OK 同时呢 这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 这个 咱们再引用一下 马克思说的话 OK 马克思说的话 就是说我们呢 就是马克思说的话 什么 我们必须在这个 在这种私有的 垄断的机制 和政府的中心计划 之间做一个选择 这是马克思说 就是 他认为就是 private property private ownership 私有控制 私有企业 一定会造成垄断 那么这种垄断的机制 和另一个选择 就是什么 就是中心控制 就是中心计划 计划经济 这两之间 我们必须做一个 做一个选择 那么这个选择 显然马克思认为 我们应该选择 中心控制 因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垄断 如果继续往前发展的话 OK 那就产生了一个 对计划经济的 必要性的选择 你就 因为这垄断的话 这个这个 后果是什么呢 如果垄断 越来越垄断 生产规模 越来越大 它的效率越来越高 OK 使得大的公司呢 就是越来越 大于吃小鱼 小于吃虾米 吃来吃去 最后这社会呢 就剩下一个 几个 一两个 或者几个 少有的 居无霸的企业 然后垄断住 社会中的一切 那垄断住社会一切 那就回到刚才讲了 就是垄断出了 这个供求关系 垄断出定价 定价权 供给钱 所有权垄断 这是垄断企业 那我们不就倒霉了吗 所以你看看这个 马克思的话呢 实际上就等于说 垄断是我们最大的威胁 因为垄断可以使 最后就是产生了 控制我们的生活 刚实际上我们前面讲了 实际上真正的 更可怕的是 一个政府垄断 而不是一个私有企业垄断 好 我们下面再掉个头来再看 那如果是 这是对计划经济的 这种正面的这种论证 那反面的论证是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 进化经济不是一个好事呢 首先呢 就是没有任何人 OK 没有任何人 可以把社会上 每一个个体群体的需求 把它平衡的很完善 就是我作为一个planner 我作为一个计划经济的主持 国家法改委 像这种人 我干这个的话 我不可能把社会上 每一个地方的细节的需求关系 都把它平衡的很完善 不可能 因为什么呢 社会上的供求关系 是一直在变化的 因为这种变化 不是一个简单的 就是供求 供多了 求就少了 它本身是一个动态的 互相在牵制的 就是一旦这个东西多了 它价钱就掉下来 因为价钱掉下来 可能呢 就是生产人少了 它永远是在自我在进行调节 是一个动态调节 就好像一个 像一个 一个支点上 放一个叫什么 一个木棍一样 这个木棍中间放一支点 这边高了 那边低 那边高的 它永远在那调 对吧 所以呢 每一个人个人的决定 OK 每一个个人在任何时刻 他是买东西 卖东西 生产什么 不生产什么 这个整个的 他是economic decision 他经济上的任何的 美人私有的小的决定 都会影响其他人的决定 或者是影响其他人的 有对其他人产生后果 对吧 因为我 换一句话说 我决定 突然要决定 我要去买五斤大米 好像说 市场上我买五斤 不买五斤 没有 实际上是 对市场有一个非常小的变化 因为我买的五斤大米 就使市场上供给量上呢 就少了五斤 少了五斤 实际上就有一个非常微小的市场的供给量的变化 如果大家都去这么变 都去买 都去抢大米的话 那大米一定是涨价 这可以想象 对吧 所以就是我每一个人做的 尽管我对其他人影响可能是微不足道 但是每人都有一个微小的影响 所有的这个市场上的价格 都是随市场的供求关系 这个这个受变化了 OK受变化 受市场供求 换一话说 这个市场上的价格 是市场上供求关系的一种体现 供求关系的一种体现 也正是因为现代社会的这种复杂性 OK 这种复杂性呢 使这种一两个人或几个人 或几一个小一小撮人 去做市场经济呢 impossible 就是非常难 使得什么呢 就是使这种开放的 自由竞争的社会 成为了市场上经济协调的唯一手段 因为现代社会的这种经济的复杂性太复杂 唯一剩下的手段 就是让他放开市场 让通过市场供求关系 自己做自己的独立的 这种 这种自我的调节 是他的唯一手段 OK 唯一手段 换一话说 这个社会的复杂性不是市场经济的原因 市场经济的这个需求的原因 而是市场开放的一个更好的什么 那么从历史上来讲呢 这个事实上也是成立的 就是现在人类的历史和文明的进化到今天 从这个几千年的这种人类文明的进化到今天 之所以能够进化到今天 恰好是因为没有中心计划经济 而是由于什么 他主要的这个人类的经济结构 社会结构的进化 实际上有几个基本的 基本的元素 第一个元素就是 Division of Labor 就是分工 社会分工 就是做鞋的人去做鞋 OK 这个这个打铁的人去打铁 种粮食人去种粮食 OK 所以呢 这个社会分工 如果没有社会分工 你可以想象这个社会一定是一个原始社会 最原始社会 这一万年前的人呢 就是等 就是我就这一家 这一家几口人 我是打猎摘 摘果吃 什么一切 我自己给我自己 这个圣 我的穿的衣服都是我自己打了猎的兽皮 包下来做的 但是一旦出现的Division of Labor 我就是做做衣服的 我就是做动物皮 把皮包下来 就做皮皮衣服的 我就是做鞋的 我就是 我就是打铁的 我就是做工具的 我是什么 所以这个Division of Labor 实际上是人类社会进化到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Division of Labor本身就是一个分布的 就是等于是分布 就本身它就等于是把 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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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权分布到每一个人手里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 中间缺没有 就是还有一个人类进化 就是没有一个一个统筹的计划 就是人类之所以文明经济到今天 正是因为没有一个上面的一个统筹计划 包括中国的这个历代皇帝也是一样 中国历代皇帝 他只是 实际上只是一个一个收租的权利 他并没有控制你每一个人能做什么 所以这个实际上也是也是 某种意义上 中国皇帝并不是控制你的经济 计划经济 而是控制 而是他只是一个收税上面的 所以这种没有一个上边的一个统一的 告诉你要做什么不做什么 这也是人类进化的原因之一 同时呢 这种 这种分布式的市场上的互相的这种调节 OK 本身呢 就使得市场上没有一个 就是这个至高无上的这么一个 一个中心计划者在那里决定你去做什么 所以这个某种意义上就是现代社会之所以能够到今天 正是因为这种没有一个统筹的计划 然后呢 同时呢 分工呢 每个人的有独立自己的自主的自己做什么的权利 而且自己把自己做的工作就做好 然后大家通过市场来互相调节 因为做牛 做鞋的人 显然他只做鞋 他不能吃鞋 他必须得拿鞋去交换别的 那么通过市场交换去得的大米 得到什么 得到这个其他东西 那反过来讲 这个农民呢 他可以穿鞋的话呢 他自己不一定能做自己的鞋 所以呢 换一句话说呢 这个什么呢 这个市场是这样 同时呢 还有一个论点呢 这个还有提出一个论点 什么呢 就是计划经济 不能用来作为撤掉垄断的原因 就是换句话 你要想撤掉垄断 你不应该用计划经济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计划经济并不能够真正撤到垄断 取消 打敲掉 消灭垄断 OK 因为什么呢 因为 当一个垄断逐渐扩大的时候 这个公司就规模会越来越大 并不代表这个公司的效率会越来越高 这个历史上经济上已经很明确 就是当一个公司真正变一个巨无霸的时候 并不一定 有时候会某些环境会 但并不一定使它的整个生产环境 生产效率越来越高 因为当然如果它生产一定是越来越高的话 那肯定经济上 从市场利益上 它肯定是驱动它越来越做越大 OK 这是为什么很多大的公司最后 自己把自己就给 像那个 美国的那个 那个什么GE了 什么HP了 这都是巨无大公司 现在不都是都切割成巧的公司了 这是一个 所以因此它的效率 经济效率并不一定随着这个公司的规模变大而变高 使得这个公司在变大的时候 并不一定造成它越来越有竞争性 就是它的竞争性可能随着它的公司的垄断性越来越强 它的竞争力反倒越来越低 那么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换一下什么呢 这个这个垄断企业越变越大 使它的垄断的能力可能就越来越小 因为这个这个市场上的这个机会 就产生给其他没有垄断的公司 因为它的它的这个效率也变低了 OK 它如果利润要提高的话 效率又变低的话 那别人说 哇 这东西有钱可赚了 可以干了 所以即使到今天也很难说 不会有人去跟Google去去去去竞争 OK 因为什么Google变太大了 它某些地方就暴露出它的这个效率的低下了 那这个时候某些某些这个 这个小的这个startup 就有可能针对某一个环节就会切入进去 OK 所以就是即使像Google这样的巨无霸 都有可能 再反过来讲再看看 不是反过来讲 类似像这个GM Ford Crisle 这些美国最大的汽车公司 有谁能想到这样的公司 最后能够被Tesla这样一个电车公司 用方法把它给挤进去 这是因为那些公司做的那么大 他最后他整个他的体制 体系 他已经垄断了美国的汽车公司 但是他没有想到 这种垄断是不能持久的 因为他有他其他的必定暴露出来 所以呢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 垄断本身呢 并不是因为市场的唯一原因 不是市场 市场经济不是垄断的唯一原因 因为什么呢 很多垄断 尤其在美国早期垄断比较比较盛行的时候 就是三几年二几年那时候 很多垄断实际上都和政府的政策有关 就是换一句话说 他实际上在钻政府政策的空子 或者是政府的政策呢 向垄断倾斜 有的时候就有意的或无意的向倾斜 换一句话说 很多垄断的这种形成 实际上是以政府的政策有关 那么政府政策 回过来实际上是说俗了 也是以政府的计划有关 所以实际上就从这点来讲呢 就是说垄断并不是来否定市场经济的原因 OK 所以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 就是咱们还回到市场经济 反过来讲呢 市场经济呢 实际上呢 产生很多很奇怪的 这种怪胎性的现象 怪胎是什么现象呢 首先市场经济的支持者是什么人 首先咱们真不说 最顶的那个人 他希望 因为他想当独裁 他一个人控制一切嘛 实际上支持市场经济的 还有一拨人是什么呢 是这种 所谓的专家 OK 或者是专家 这种砖头的砖 或者是理想家 专家 这些人是什么呢 这些人自己有自己的理想 你比如说 我呢 这个 我这个专家 我这个理想家呢 我呢 是非常希望盖高速公路 OK 我希望盖高速公路 我盖一个全国的高速铁路 比如高速铁路系统 这高速铁路系统 是我一辈子的梦想 这一辈子梦想 但是这高速铁路 要这么一下盖下去的话 这种成本巨大 然后资源巨大 然后有无穷多的人 会因此会受到影响 波及 那这个时候 如果是没有一个中心计划的这么一个体制的话 我这个梦想是不能实现的 但是如果有了 我这梦想就可以通过计划经济的这个手段来实现 OK 或者说我想做一个巨无霸的对撞机 或者什么那种 那种什么那种加速器 或者做一个巨无霸的一个什么桥 或者什么地下通道 或者做一个什么巨无霸的那种像什么国家 什么叫什么那种 国家的那种什么国家剧院 或者那种就是那种那种经济效益 显然是很很有很有疑问的这种项目 但是因为我呢 可以借助这种计划经济的这种体制 把它做出来 OK 这是一个 所以呢是这些人呢 他都都支持计划经济 哦计划经济好 因为这东西你看 我可以把我的这个伟大的梦和理想 通过这个实现 所以呢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 计划经济确实在某些 超大规模的巨无霸的项目上 有它的优势 这个优势就是说 我可以一下就把它实施出来 OK 一下就把它实施出来 这个实施就等于不计成本 不计效益 不计什么 我就一下砸就能把它砸出来 因为计划生意的时候 我在上面可以控制社会的一切资源 去就是说 集中精力 办大事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德国的 希特勒时间的 高速公路 OK 希特勒当时那么紧张的时候盖那高速公路 那高速公路今天还可以说是实际上最好的高速公路 当时在希特勒盖完那高速公路的时候 可能是那几年的车路上就没有什么人跑 没有多少车 因为当时没有多少车嘛 但是他能把它盖出来 OK 所以就是这种 这种事情可以在这种集权经济上发生 OK 但是呢 这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就是一种高科技的东西 就是当然我这是把它引申到今天了 高科技东西 就是当你有一个集中精力办大事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个钱砸到一个企业上 去做出一个像华为这样的公司 你可以把所有整个国家的精力财力做成一个砸到华为的公司上 你可以做一个巨无霸的 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技术公司 那这样的一个公司当然他去服务的对象 绝不是社会 是服务给他砸钱做的那个巨无霸的那个权利 无相见的权利 可以想象这个公司的危险性和破坏性 如果一旦被利用起来能有多大 所以这也是就是说某种意义上说 谁会最支持计划经济 当然是华为 当然支持计划经济 支持这个什么能干大事 因为他可以利用国家级的这种这种这种银行系统财务系统 OK 可以把可以可以免费把大量的产品送到这个一带一路上去 然后为他自己达到他的这个这个企业的某种目的或者怎么样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也是一个一个计划经济下的一个独特的现象 OK 所以呢 这个我回到这个回到什么呢 回到Hajak的一句话 Hajak的这个Hajak的书里的一句话 就是for the saintly and single-minded idealist to the fanatic is often but a step 换一句话说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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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的 OK 这个不是理性的 就是这种这种这种高大上的这种专注的理想主义者和那种狂热的那种极权的狂热的理想者之间 实际上只有一步之差 一步之差 就是一边和显然我就做的这是这个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这个梦那个梦 另一边呢很可能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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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子 OK 中间只有狂热的只有一步之差 OK 下边呢 我这还是英语 他这英语 这句话我觉得还是比较绕 但是我把它还是读住 There could hardly be a more unbearable and more irrational world Then one in which the most eminent specialist in each field were allowed to proceed unchecked with the realization of their ideals 换一句话说 当一个社会里面的这种理想的这种specialist 就这种理想的专家 或者理想的这种这种这种什么专家 把它的理想在这种极权下面能把它实施的话 这个社会是很恐怖的 是很恐怖的 而且是很这个什么 很irrational OK 很irrational 很非理智的 很非难以让人忍受的这么一个一个环境 所以这个这个好像听着还是有点绕 但是仔细想想这个 我这后边的这个含义 就是不是我说的 这是哈耶尔说的话 就是这个事实上就是 这个这个对这个计划经济和这种 这个这个在这种不同的环境下 到底是会产生一个什么效果的一个一个论证吧 这一节呢 我就把它解忘了 讲完了 然后下边呢 我会讲什么呢 讲就是讲私有财产 钱和竞争的关系 这就等于是从这个社会的这个另一个方向来讲 假设没有计划经济 有些哪些东西需要考虑的